其实我也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特别是我们的干部或者我们的义工 如果这两年在这个地方没有做的一个严满 或者做一些给大家启烦恼 请大家大慈大悲原谅 请大家不要计较 我们都是在学习 我们都是要为大众 为自己能够修得更好 所以请你们大家不要跟我计愿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了 我知道你们很累 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讲一些佛法 希望大家能够受用 我今年是第二年的在学历过新年 过得最安静的 最清静的 甚至于我这么多年过年 出家二十几年 我十五年来 平常我睡觉 至少凌晨两点 昨天跟去年 十点半就睡着了 十点半就睡觉了 而且过得很安静 一个人吃一个团圆饭 自己煮一点吃水饺 过年嘛要吃水饺嘛 所以自己煮自己吃 原本我们的干部 我们郑泰本来有规划 规划这个 跟大家义工 能够吃一个团圆饭 计划来一起过一个新年 但是啊 规划规划 有千万的变化 千变万变 无常一道 赶不上一通电话 赶不上一通电话 写了一个电话 说师父 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 疫情又开始严重 所以这个规划 就没办法 就取消了 所以 我这两年在学里 非常难得 过这个安静 清静的一种过年 所以啊 今天呢 有一位 有很多一些居士 打电话 说师父 心灵快乐 在雪梨 过这个心灵 过得怎么样 气氛还好吗 四五都两年都不回家 那边雪梨 跟我们印尼的气氛 是怎么样的呢 团年饭吃得怎么样 过得怎么样 我说很好啊 都非常好 过年啊 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那都不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的分别心 在分别而已 但是从世上来讲 从世上 印尼 过那个新年 比澳洲那个气氛 感觉有过年的感觉 是有这种感觉 你看我们师父的道场 三十晚上 三十晚上 人好多 大家都来过 来跟师父过年 来拜餐 念佛 最重要的 回家之前 大家呢 会啊 收到什么 收到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呢 师父会分红包 师父会分红包 旁边呢 有一位彩神 他们这个干部啊 这个总干事呢 他会 会打扮一个彩神爷 在这个法师的旁边 分这个红包给大家 能够带去回去 做一个纪念 所以三十晚上那天 真的好多人 所以师父每一天啊 那个道场啊 在三十晚上 都是两点 凌晨才关门的 师父十二点多 一点才上去 因为师父住在三楼嘛 都是上去休息 所以三十 从初一到十五 天天那个道场太多人了 好多人啊 大家都来跟师父拜年啊 有些来拜餐啊 来参加念佛啊 来拜拜啊 或者一些 跟师父拍拍照啊 跟大家跟师父过过年啊 师父会在这个初一 会分这个举止啊 一些给大家啊 让大家能够代表如意啊 这样 就是这样的习惯啊 每一年在这个十五呢 师父都会跟这个干部啊 理事啊 义工 志工啊 或者这些地制规的老师 家长啊 小孩啊 或者这些老人家 老菩萨 都是在这个聚会啊 跟这些宗教啊 这些 其他的宗教来参与 来参与这个 一起过年啊 一起吃个饭 有时候每一年十五 顶多只能容纳一千个人 因为道场不大嘛 不大只能容纳一千 所以不能超过一千个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都是 义工啊 志工啊 干部啊 理事啊 都会起来啊 讲讲话 来分享啊 学佛的过年 学佛的过程啊 念佛的过程 或者这一年 有没有做一些 一些过失 希望今年的开始 能够为大家 任怨日劳 来为大家服务 来为大家贡献 为大众 来做这些服务 就是这样的 每一年就是气氛 所以那个气氛有了 从世上讲啊 是这样的 从心上去讲呢 师父走到哪里啊 都是一样的 所以特别 在这两年啊 特别有感受到啊 感受到什么 哎呦 很清静 很轻松 不然的话 你看从初一到十五 每一天啊 一大早都有人来 坐在那边 像好像土地公一样 坐在那边 等一下这个人来 要出去 等一下这个人来 这没办法离开的 都很烈 这个就是一种气氛 所以今天呢 说实在的 我要感谢我们的症状啊 还有感谢我们的症胎 还有感谢我们的老差啊 还有这位义工啊 还有这些统修们 你看这段时间给我机会 讲经 给大家学习佛法 特别 这段时间啊 从下个星期开始 也为大家讲地藏经 讲认识佛教 讲三十西念 讲佛说阿弥陀经 希望啊 我今年呢 会多做一些功课 做一些 来用功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我们这一生啊 能够遇到佛法 说实在的非常难得 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得人生 遇到净土 那真的非常难得 说实在的 真的非常难得 所以 我们要把握当下 让这一生不白过 让这一生能够得到将来 将来什么呢 将来能够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我能够亲见阿弥陀佛 我能够亲见诸佛福萨 能够在西方几个世界 这么美好的环境 无尽的美好 无尽的庄严 在这个地方 跟诸佛福萨来学习 跟观世音大师之菩萨来学习 跟阿弥陀佛来学习 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土去学习 这个就是我这一生 我决定要做的 这个就是值得来祝贺了 祝贺最好的就是这一个 除了这一个 其他都是假的 真的 人生无常 所以过去 释迦牟尼佛呢 曾经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法 是无上的法呢 你能够不断的 去思维 生死无常 人生无常 你能够从这个地方去觉悟 能够解脱 而超越六道轮回呢 这个就是无上的法呀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 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 我们今天念佛不是要来修福报的 你说对不对呢 我们今天念佛不是来修福报 如果只是修福报 你可以不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可以念要师如来 因为这些名号的功德都不可思议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就是要超越六道的 就是要了生死的 就是要离苦的 所以我们今天才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你说对不对呢 你们的目标念佛是什么呢 一定要清楚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年能够用功 那值得我们的祝贺 所以今天有几位居士跟我请法 他说师父 我们今年啊 这个大年初一 我们中国人啊 每一逢新年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一远复时啊 有没有 万象更新 一种俗话 常常有这种的遗趣 啊 所讲什么呢 从前种种毕如做日事 从后种种毕如今日生 所以这些句子呢 也齐请啊 能不能跟我们威们开始 今年能不能有好的开始 我不求法财 我也不求升官 我只是求平安 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身体健康 在这个人生啊 跟我能够家人 能够过得幸福 在一切事啊 能够顺顺利利的 能够消除业障 师父 我该怎么做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希望 今年能够过得好运 能够过人如意 过得吉祥 所谓的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 都有这样的心求 你说对不对呢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要怎么样的开始呢 因为那个开始很重要 刚才讲一元复始啊 什么都要从一开始的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你一定要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你的喜气 放下你的臭毛病 因为我们的毛病太多了 我加强了一个字 臭毛病 这是不好的毛病 不善的毛病 就是我们的毛病太多了 我们喜气太重了 我们一定要放下 我们一定要放下 你不放下不行 你不放下不行 我们毛病多不多 多不多 敢举手吗 前年大年初一 举手等于就是忏悔了 那毛病太重了 毛病太重了 毛病太重了 这就是自己承认自己了 对不对 哪一个人不没有毛病的 不要说年轻人 连八十岁老翁都有毛病很多 所以我们应光大师说得好 因为我们第一个进来说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念佛能够得到利益 所以应光大师过去 开示的很好 他叫我们怎么样了 静坐常是一国 必谈不论人非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穿招之木 穿木之招 一定不断的 不断的是什么呢 自己不断的要反省 自己不断的要检讨 自己不断的要改进 最重要的就是要忏悔 忏悔等于是什么 都是要放下你的毛病 你的过失 你的弱点 所谓的日日改过日日开心 而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知道 而且一定要注意的 要注意什么呢 决定 我再强调一遍 决定不说别人的过失 师父再强调一遍 决定不说别人的过失 决定不可以把别人的过失 就是不善的行为 落在你的 你的阿拉耶稣里面 就是放在你的心上 为什么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会扰乱你的清净心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阴光大叔在这个地方非常开示的 非常的精彩 从朝至暮 从暮至暮 什么意思呢 都是24小时 这24小时做什么呢 一句阿弥陀佛不令间断 除念佛之外 不起别念 当你的妄念一起 妄念就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喜气 我们的毛病 比如说我们的自私自利 我们的贪欲 我们的称慧 无论在什么样的毛病当中 这一念一起 你当下要把它放下 你要教它消灭 用什么方法 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有没有做到 当你烦恼起来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阿弥陀佛起来了 当你喜气起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起来 当你毛病起来 阿弥陀佛就起来了 所以上个星期 礼拜天我给大家讲过了 你一定要把佛法 在生活里面去培养 你一定要把这句阿弥陀佛 名号的功德 在融合而已 在生活里面 能够慢慢地培养 因为佛法 不离开世间法的 很多祖师大的这些 像我们这个念佛网声传 净土生玄录 他们成就都在哪里 都在生活里面去培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不断地反省 不断地检讨 不断地改进 不断地去忏悔 我相信你这一年的开始 你为了的人生 会过得很好 你的福报 你的福德 你会比任何一个人 会过得更好 过得更幸福 过得更美满 而且过得更自在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好处 好处在哪里 你懂的是个事实真相 你再怎么做 你该怎么去修 该怎么去改 该怎么样去修 该怎么样去行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一年一年 又怎么样开始 你的人生 才能够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特别你能够老实念佛 而这一句名号将来 你能够带的将来到西方 这个世界去 那这一生呢 真的不可思议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反省忏悔呢 这个虽然简单 我们没有讲到比较深度 但是我从简单来给大家说明 因为我们一定要从最简单做起 如果连这个简单 你就做不起 你就做不到了 你没办法改过 你念佛不能得利益的 你念佛将来是没办法往生西方净土的 你的人生没办法是更完美的 你的人生是不可能的 你那个人是会活得很辛苦的 如点一个小小我们就做不到了 那其他都免谈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反省 我们要检讨 要改建 要掺蕾 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师父 我好好的 我都好好的 像今天有一些人说师父 我要怎么样子追求 让我这个福报 让我这个福的过得更好 很多人每一年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去寻找这些的福报 种种都是从外面的世界去寻找的 你说你仔细的去看 每一年要过年的时候 有一些人到市面 是寺庙里面做什么 是拜佛啊 三宝啊 求观世音菩萨啊 诸佛菩萨加持啊 对不对 有时候会到寺面 寺庙里面 抢什么 抢头香 抢头香 在那边抢啊 哇 排队 排队 到三更半夜 那个十二点 在那边抢 谁抢得到那个头香 他今年会过得很好 生意形容 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你看事实上有没有得到 你看很多人每天都去抢 求神拜佛 天天求 有没有得到 有 但是不多 为什么不多 因为他求得不入法 你看很多人啊 从哪里求啊 天天去外面求 好像 像有一位居士 今天打电话说 师父 我两年没有得到师父的红包 那什么意思呢 你什么意思 不要太迷信 这个红包给你的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做人要懂得知足 知足常乐嘛 代表什么呢 代表懂得对人要懂得感恩 对人要懂得关怀 爱 爱父 特别是你的周围的人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父母 你的儿女 目标就是这个 不要把它当作迷信 哎呦 今天拿到师父的红包 我今年有一定发他财的 有这种的想念的观念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都是有教育的 很多都是有教育 你看那个 我有曾经两次 这个老和尚 分红包 分红包 我有拿到两次 过年的时候 拿到两次 有拿到两次 老和尚的红包到现在 还在我的包包里面 从来不动的 也不敢打开 看一看多少 对不对 这个我常常放在我的 那个包包里面 走到哪里都拿着 这个两个红包 有人说师父 是不是老和尚的福报大 不是 这个老和尚 他在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出家人要以红法立身 要以身作则 因为师主以立你 今生如大虚弥他 如大虚弥他 今生不了道 皮妙在脚 你要续佛会名 你要认真修行 你才能够报答一切终生之恩 你才能够报答父母之恩 你才能够报答国家之恩 你才能够报答老师之恩 对你的恩德太大了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但是我在雪梨亚 从来没有这样的 以后希望有了 以后大家可以给大家 借个缘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反省呢 我们为什么要反省啊 我好好的啊 师父 我还是要吗 我还是要改变吗 还需要判为吗 还检讨吗 你是必须的 你必须 为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只要你还有一天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你的过失 你只要一天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犯了一些糊涂的事情 感召 将来自己的苦恼烦恼痛苦 所谓的人非圣选 殊能无过 我们只要你还是一个反复 一天还是反复 不是圣人 不是佛福尚 你就会避免不了犯的一些果实 从你的身口一三夜 天天不断的都会犯了这样的果实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我要强调 过失是因 你要听好 过失是因 有因必有果 你的过失将来会受到果报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切万法皆空 唯有因果不空的 所以我常常讲 遇知前世因今生做的事 做的事 遇知来世果 今生做的事 都离不开因果的 那这样的过失将来能不能 如果不改过 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进度 我们能不能亲近阿弥陀佛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能不能得利益 是不可能的 你今年你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有好的 结 有可能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 你要好的 你要先中你的善意 你才会有善的果报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反省 好好去努力 去修行 去行使 你一定要不断的反省 你看师父 三十晚上 睡觉之前 先送一部经 然后拜佛 祈求 阿弥陀佛 祈求护法隆天 祈求 向我 这个大愿地藏王菩萨 能够加持弟子 希望这一年的开始 我能够 这个 会修 修得更好 起码 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也不要 损失别人 或者让别人 起烦恼 起痛苦 要不断地反省 从我自己开始 不断 因为反复 你这样的反省 你这样的不断的 发大愿 在阿弥陀佛 发愿 我要发什么愿 祈求阿弥陀佛 加持 护法隆天的加持 因为我这一生 最主要的 就是想要解脱 我想要了生死 我将来 能够成就 会更利益 更多的人 将来到西方解脱世界 亲见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见了面 我马上回来 我跟阿弥陀佛 我要到死方诸佛国头 参学 我要到死方 一切 这个 一个诸佛国头 一切众生 跟欧有缘的众生 跟他结善缘 去帮助他们 就是这样的 不断地 不断地去反省 因为这个人生太苦 人生是无常 每一分 每一秒 无论你怎么追求 无论是怎么样的生活 他随时都会来临的 所以我要不断地 去检讨自己 不断地反省自己 这样你的人生 你的将来 你的前途 才能够一片的光明 你的人生 才能够走一个解脱之路 你的人生 才能够得到一种幸福 一种美满 很快乐的人生 所以我们 师父 上人 常常告诉我们 要我们怎么样 处在逆境恶缘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就是消我们的恶业 就是在 顺境 善缘当中 为什么 消我们的善业 因为我们常常在 顺境当中 会起了贪念 起了愚痴的念头 所以在顺境当中 你能够保持 你那个心 能够清静 你就不会 化掉你的善业 当我们处境 逆境恶缘当中 你要知道 这些事都是 消除我们的恶业 为什么呢 因为在恶缘当中 在这个逆境当中 你不会起了一个 称慧的心 而且你能够保持 你的心清静 在任何境界当中 你都不忘记 提升自己的境界 而这个境界 都是提起自己的清静心 你这样的修行 你这样的修持 年年都是平安的 岁岁都是平安的 年年都是如意的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希望 希望能够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那要如何 从因来修 你才会有果报 所以我们所讲的 祝恶莫祝 众三奉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真的 因为今天正太太激情 趁这个机会 很可惜 没有看到大家 穿红色的衣服 没有过年的气氛 所以 所以这个 在这个地方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放 就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在 无论在什么样的经验当中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善缘也好 恶缘也不好 顺境也好 逆境也不好 你一定在这个境界当中 这一念之间不要变迷了 你要转这个境界 那你的人生真的 天天都是平安 天天都是 都是如意的 那这个功德 那真的不可思议了 那就恭喜大家了 你看诸佛福哨 为什么年年顺 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年年平安 为什么 因为他把这个事实真相 已经因缘 一连果报 清楚都知道了 所以他该怎么做 他知道 我们要学诸佛菩萨 是不会做错的 所以这个就是 给大家分享 从今天开始 我要反省 我要检讨 我要检点 从我的身口一三页 我从今天开始 我决定不讲别人的过失 我决定不看别人的过失 我决定不听别人的过失 我决定也不要 把别人的过失 放在我的心上 我决定也不要 把别人的习气 毛病 烦恼 种种的 都在放在我的生活上 这个就是一致的做法 保持你的清净心 这样修行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最好的念佛 这个就是真实的念佛 如果除了这意外 那你念佛都是假的 你要大家知道 除此之外 你所念的阿弥陀佛都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你有看到阿弥陀佛在那边 把别人的过失放在心上吗 没有啊 你有看到阿弥陀佛 肯定看人家的过失吗 听人家的是非吗 发脾气吗 或者计较啊 针对 你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在这样吗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又像阿弥陀佛一样 大慈大悲 发大时间 跟阿弥陀佛一样 用你的以身作者来 来帮助一切众生 你要这样学啊 除了之外啊 你念的阿弥陀佛那都是假的 那只是跟阿弥陀佛 修点落尽福报而已 你有福报有 但是你这个福报不是在三三道 都是在三二道讲说的 这样讲啊 听懂吗 因为本来是讲一下子啦 四分钟啊 但是你看一讲就忘了 因为有时候跟大家 这个学习佛法呢 我真的很乏喜 我真的很乏喜 你看师父 跟你们礼拜一 礼拜三 礼拜五 礼拜天 还有西澳的 还有新加坡的 还有印尼的 你看师父 一个星期下来 你看那个时间 根本都不够用 真的不够用 你看自己又自己又煮菜 自己又煮饭 还要洗碗 还要什么都要自己干 还要烫衣服 还要打扫 还要脱靶 那等一下又把这个 这个床啊 要去整理 你看 还要受八关灾戒 还要受很轻 你说你不一大早起来行吗 你很晚你不晚睡觉行吗 所以时间都画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很了解 很了解什么 每一次在厨房的时候 为什么有一些家庭主妇啊 很纳贸 好烦啊 天天煮菜 洗菜 煮菜 洗菜 搞到好烦啊 吃好了 今天早上要吃什么 明天要煮什么 霍天要煮什么 等一下要买什么菜 等一下煮什么 哎呀 天天搞这样的 哎呀 真的烦啊 到西方节的世界多好 真的多好 诗意得意 诗食得食 只要动一个念头 想要吃什么 全部 千到万菜 全部都在你的眼前 你不想吃动一个念头 不见了 也不用洗碗 什么都没有 也不用洗衣服 要烫衣服 也不要选哪一条衣服 也选哪一件 航山 哦 前一天哪一天 那个海青 哦 真的很烦 哦 这个就是 我们说法世界跟几德世界的区别 所以啊 第二个最后啊 就是应光大师告诉我们啊 所以我刚才讲的 你要改变你的命运 你必须要从与自己本身开始 了凡事须 你看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例子啊 孔先生 给他算命 你的寿命只能五十三岁 而且这一生 你没有福报得子 而且你这一生当中 你没办法 做大官 只能做县长 但是经过 远古禅士的教诲 远古禅士的教导 命运能够改变的 叫他怎么改变 断耳修缮 所以他积极的积功累得 不断的 去行善 不断的去断耳 最后你看 求子得子 求法 求官得官 求福贵得福贵 求场所得场所 最后 七十四岁 你看 从五十三岁 延后到七十四岁 他老人将在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你看 阿瑟瑟王 他也是 他本来是五千地狱的份 你看 经过忏悔 改过 反省 而听 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不断地改善 不断地反省 不断地忏悔 而且 用功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后来脱离五千地狱果报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而且品位很高 所以印光大师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念佛方能消数月 其成 自可转凡心 念佛真的能够消我们的业障吗 那怎么消我们的业障呢 那关键下面的这一句 你要听好了 这个就是 最近 体悟到这个道理的 印光大师不是讲吗 念佛方能消数月 其成 自可转凡心 那关键怎么样呢 你要发菩提心 你菩提心 没办法开闲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是没办法转凡的 你那个心永远就是这样 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那怎么样为一切众生着想呢 你要去断恶啊 你要去修审 所以告诉我们 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念念应该要放下一切的杂念 妄念 你这样一心一意的念佛 就能够消除你五量节以来 你这个生死的罪业 最后你就能够无有障碍 念佛发愿求生西方节的世界 你就能够得到西方节的世界的加持 你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你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 所以念佛 是一个善中之善 那善中之善的关键 就是你要发菩提心 你的菩提心没办法发出来 那圣心没办法 所以教我们要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就见孝大王 所以地藏菩萨本元经讲得好 孝敬你没有开显 菩提心你是没办法发出来的 所以菩提心很重要的 无论你怎么修 菩提心你没办法建立的 见佛从来无从建立的 念佛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是从来无从建立的 你是没办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后祝大家 这个短短的给大家 借个圆 短短的给大家 把这个佛法 第一个从今天开始 大年初一 我要不断的反省自己 第二 我又怎么样念佛得利 你要发菩提心 对 做得到吗 好 我能够做得到 慢慢来点点滴滴 把它累积 我相信大家能够有能够成就的 希望大家 在这个姻缘 大年初一 师父 再一次祝贺你们 新年快乐 吉祥如意 祝大家福会增长 最重要的 什么呢 老实命果 最后 我们将来能够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下一次如果有姻缘 再跟大家继续来学习 今天简单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祝大家吉祥 祝大家如意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